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每一分的差距就能拉开上万人 对苦独十年的学子来说 这是影响他人生高度和广度的重要时刻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这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时机 在央视中就有很多主持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 本期视频就带大家盘点一下 央视都有哪些高考状元 央视最出色 也是最具争议的高考状元是康辉 因为康辉当年的高考成绩 被竞争对手动了手脚 被人顶替了名额 差点就没法去上大学 在康辉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怎样曲折的故事呢 最后他又是如何拿到通知书的呢 康辉在自传平均分译书中 曾详细描述高考前后的波折 他说如果当时没有父亲的奔波 那他整个人生可能都会因此该谢 当时的康辉是不折不扣的学霸 他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不仅听话而且成绩优秀 每当有人提到康辉 父母都是一脸的骄傲 但是康辉在读高三的时候 也会偶尔找各种理由向老师请假 偷偷溜出去看电影 即便如此 他的高考成绩也是傲视群雄 分数远超清华北大陆许县 一般这样的高材生 不是去清华就是北大 因为那里是中国最高的学府 也是千万考生心中的胜地 然而早已心有所处的康辉 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 听说了康辉这个决定 父母和老师一万个不同意 以他的成绩上个北大不是难事 但是康辉的意志非常坚定 别人再怎么反对也是徒劳无功 事实证明 康辉的选择没有错 而学校老师的反对其实也没错 他们只是大大低估了康辉 一个高中出了一个北大的学生 能为学校荣誉强上 天上光辉的一笔 但出了一个康辉 影响力却远远大于前者 然而好事多磨 未来的央视一哥康辉 却差点倒在了第一步 高考成绩如此之高 连北大都没问题 中传按理来说十拿九稳 康辉的分数其实是中传第一名 但是他却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看着周围的同学都陆续被高校录取 年轻的康辉慌了神 幸好这时康辉的父亲站了出来 他先给中传招生办打了电话 对方却说他们根本没有收到 康辉的高考文化成绩 河北确实有三名学生被录取 但是其中并没有他 后来康辉的父亲经过调查后发现 儿子的成绩竟然被人动了手脚 原来另一名与康辉竞争者的父亲 看到康辉如此优秀 女儿很可能竞争不过 于是就利用职务之便 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 这让康辉的父亲非常愤怒 为了儿子的未来 他搜集证据后来到北京 几经周折才把这录取通知书带了回来 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康辉无疑是幸运的 有些人也许成绩被换了 至今都被蒙在鼓里 从而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康辉曲折的录取过程 让他对这份学业倍加珍惜 大学毕业时 他凭借优异的成绩 被推荐到了央视新闻中心就业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升职成了主任 荣获广播电视人的最高荣誉 金话同奖 那么除了康辉 其他的央视高考状元 又有着怎样的曲折故事呢 杨氏主持人欧阳夏丹 是新闻联播节目中最年轻的主播 他的荧幕形象精明干脸 同时又端庄得体 1977年他出生于广西桂林 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优异 18岁那年 他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成为了桂林市高考文科状元 这个状元来之不易 在桂林中学读高中时 他的父亲患上了肝癌 原来还算宽裕的家庭 很快就变得债台高筑 然而就算是这样 他的父母也坚持让他继续上学 因为他们知道 读书能改变命运 高中的学业非常紧张 他没有什么时间陪在父亲身边 还没等到高考 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而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和康辉相似的是 欧阳夏丹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成绩 选择去清华北大 但他同样没有这么做 他毅然选择了去中国传媒大学 和康辉成了校友 当时的欧阳夏丹虽然还是个小女孩 但性格非常果断 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优异 毕业后就直接进了上海电视台 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节目 然而他的能力远远不止如此 在上海电视台才待了几年 他就迅速成长为上海一姐 2003年 他如愿以偿进入了中央电视台 并在几年后加入了新闻联播栏目组 在他17年主持生涯中 几乎很少犯错误 不幸的是 当欧阳夏丹的事业 刚刚取得一些成就时 他的母亲又患上了癌症 为了不让父亲的遗憾再度重演 他暂时离开了主持人的舞台 陪在了母亲的身边 万幸的是 现在的医疗水平今非昔比 他母亲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如今 欧阳夏丹已经43岁了 但他依旧是单身 作为独立的女性榜样 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了很多人 对于工作和生活 他很少去抱怨 相反 他非常高兴自己 能在上辈子取得好成绩 除了欧阳夏丹 央视女主持人秦芳也是高考状元 秦芳是个重庆女孩 1981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她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而且外观漂亮 落落大方 上学的时候 她参加了重庆首届美少女大赛 并且一举进入前三名 后来她又参加了新思路模特大赛 成了重庆地区的冠军 有人说长相漂亮的人往往不会太努力 因为他们会自满和傲慢 或许有人会这样 但秦芳和他们完全不同 她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美貌这个技能点 对她来说只是锦上添花 在高考中 她超常发挥 夺得了重庆文科状元 于是她以当年中国传媒大学 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同时她也因为外表出众 被当地的媒体称为 重庆最美状元 2003年秦芳毕业后 通过面试 成功进入了央视 她主持的节目 整点新闻 国际时序 都有很高的收视率 不过 即使像秦芳一样优秀的主持人 也难免被媒体八卦 她和欧阳夏丹一样 自身的条件优越 但是40岁的她 至今仍然未婚 不过今日不同以往 婚姻已经不是必需品 她和欧阳夏丹的选择 应该得到他人的尊重 上述三位主持人 都是品学兼优 德才兼备 外界对他们也都非常看好 而接下来要说的 劳春艳和瑞晨刚 则是充满了争议 在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持人中 劳春艳一直是一位 很低调的主持人 她睿智大方的主持风格 在央视新闻的忠实粉丝中 很受欢迎 1990年 正读高中的劳春艳 放弃了保送资格 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凭借优异的高考成绩 她一举拿下了 绍兴式的文科状元 并成功进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即使是在人才积极的复旦 劳春艳也是出类拔萃 她被师生称赞为复旦才女 硕士毕业后 劳春艳进入东方卫视工作 先后担任了今日报道 和新闻透视的主持人 后来凭借自身实力 进入了中央电视台 进入央视后 她又相继主持了 环球视线和焦点访谈 2014年 劳春艳拿下金化铜奖 彻底稳固了自己 在央视中的地位 和别的主持人不同 劳春艳很少接受采访和参加综艺 然而 人红是非多 她的低调 却没能阻挡媒体对她的关注 2015年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任春艳去世 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 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劳春艳去世 被造谣去世 想必每个人的心理都不会好受 一次因为怀孕生子 劳春艳暂时离开央视 结果传着传着 又变成了劳春艳辞职 后来又有传言称 她是靠不正当手段上位 这么看来 她身上的争议可是一点都不少 本来劳春艳不想理会谣言 但是这样的沉默 却让那些欲加之罪 变得越来越离谱 后来她不得不亲自发文澄清 她是凭借实力和能力 才获得今天的一切 她的丈夫也不是谣传的什么大人物 而是和她一样 是浙江某地的高考状元 你对这些央视的高考状元 有何看法 欢迎理性和客观的评论